我还你了,我还你了,你们自己去弄 全部把这些也一起去丢 不要就不要了 全部一起去丢倒算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西西爸爸 经常有网友说我们家太乱了 特别是房间里面都乱七八糟的 今天的话,抽时间的话 来把奶奶这个衣服给她清理一下 这里面的衣服太多了 一些衣服穿不了的衣服也都在这里 你下来 你下来,坐在这里干嘛 本身就快坏了,你还坐在这里 这个衣柜的话还是我 14年还是17年的时候 租房子的时候买的 实用的话倒是还挺实用的 用了快10年了 贵出了因为放的衣服太多了 你看都歪成这样了 感觉谁说的有可能倒 有的时候也怕西西这样一拽一下 它就倒下来 现在给它清空一点点 你不要在这里捣乱 你就乖乖坐在这里 你看这些衣服还留在这里 不用它 这件衣服其实还挺好的 我记得这件衣服好像是奶奶那个时候买给我姐的女儿穿的 买了以后好像我姐说没穿过几次 结果后来又送过来给陈一航穿 送过来的时候陈一航也差不多也穿不了了 奶奶也就一直放在衣服里面的时候的地方 我现在把它丢掉了 不知道奶奶到底会不会生气 妈妈妈 确实穿不了了 妈妈 我有三个姐姐 她们每个人有一个女儿 所以她们记过的衣服还是挺多的 然后就是还有一部分是网友记的 她们两个人基本上也没怎么买过衣服 因为衣服也确实太多了 你看见没有 都是她们的 有些穿不了的穿得了的都放在这里 你又在这里干什么 我把这里收拾一下 有些东西我会有收拾 有些衣服我感觉不要了的穿不了的 就在衣服里太乱了太多了知道吗 哪里会穿不了的 这些衣服也可以穿的 轻气丢掉啊 是啊 这些衣服都穿不了了呀 太好的衣服也丢了 你看像这个裤子怎样也不能穿啊 我都说了一点 她穿了以后就这样了 老婆 就一般脚在外面了 你就看这些衣服一样的 这颜色都发在上面 是啊 这个是 是不是 你还留着塞在衣柜里面 我不去清理厨 放在家里 都要放多久 这件衣服 这个衣服能穿是能穿 但是有一点 有些他们送过来的新一点的衣服 也可以穿知道吧 那你把那些新一点的衣服留着 你把这个给它穿 留着留着以后 那些好一点的衣服就穿不了了 什么东西都进去了 不是我什么东西都进去了 你是放在这里 你自己看 这个衣柜的压片已经成这样了 是不是 我看你这里还给它绑住了 不绑住的情况下 是不是老子就倒了 我说给你换衣柜 你又不要了 是不是 这个要的 这个要的 这个不是丢的 你不要去凑过来看 我折起来的是要的 知道吧 这些衣服全部都不要了 这些衣服全部都不要了 这么多都全部不要的 这些也不要的 对啊 这些我收拾出来的 这衣服也陈阳也能穿的 这个衣服是我姐的 女儿穿的 然后后面给西西穿 现在又说要给陈阳穿 这衣服我带你去卖掉 再来卖几多钱呢 能卖一点是一点的 我要去丢掉你更舍不得了 是吧 这个说还是卖就好 是不是啊 西西 那我还你了 我还你了 你们自己去弄 全部把这些也一起去丢 不要就不要了 全部一起去丢就算了 这么好的衣服就这样拿去 我说了不是丢 你可以去卖一下 去卖 去卖 连一件衣服的钱都卖 买不到的 你也要这么来卖得到几个钱了 其实衣服也都还算还好 因为现在也确实是穿不上的 因为他们也长高了 你说堆在这里 看着也乱乱的 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算了 管他了 你们觉得我这样做的对不对的 西西 你觉得爸爸做的对不对 对的啊